假设有比较多个变数的时候的 Conditional Logistic Progression 那这个前面 如果你是一对一的Matching 那你现在的变数Covari 有K个 有K个 那你Case的是X1112 然后Ctrl是0102这样子 那你想要估计的是 β1,β2,βk 就是这些的 那你有多少Strata 那我们刚才讲了 真正有贡献的 就是你在刚才计算的过程 β01 假设你有N个Strata β01 这个拮据向的部分 每个都会被削掉 所以你要注意 你如果用Conditional 一般的Logistic 他会估计 除了这个β 他会估计一个α给你 就是拮据向 但是你跑Conditional Logistic 他不会给你 这个拮据向 他不会估计拮据向 因为他已经消掉了 他已经全部都消掉 他只会给你这些 这是 这是跟 跟 这两个 一个很大的差别 所以他没有β0 那这是刚才讲的 就是说 如果你是 你有 每一个 你有K的Strata αK 然后这个是Properability 也是同样这个 但是你是 DK组的 那你把DK组的通通 乘起来 就是 1到NK 这些 通通乘起来 就是你的Likelihood 那Likelihood 这边 你把这个Likelihood 通通乘起来之后 然后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会消消消消消消掉 消掉一大堆东西 β0都消掉 而且 就是说 我会给你那个资料 你可以去练习跑 这里有63个Match Paired 这个子宫内膜 癌 的这个 子宫内膜 然后跟癌症 这个 癌症的这个关系 那 这个做法是这样 我有63个Match Paired 就63个这个癌症的病人 所以这是一个Case Control 那每一个人找一个 没有这个Cancer的人 配对 然后 然后 我们要探讨的是两个因素 一个是Gal 一个是胆囊 一个是高血压 那 那 我们 例如说 Gal 就是说 如果我们控制这个 我们想知道说 这个 这个 这个胆囊 的这个指标 指标变数 它会不会 如果在 在Control Hypertension 就是Hypertension相同的情况之下 它 它的这个因素有没有影响 那它的 它的 它的Data是这样 就是说 D组 它有一个Case 有一个Control 它的年龄相近 有时候你不一定 一定要说同样都75岁 或者同样是75岁 1月出生的 没有必要 找一个Range大概相同 通常00不要超过 超过 就是说 1至2岁之间 那 这两个人 同样都是 Gal 都是00 Hypertension 都是00 然后另外 第二组的 67岁 就是00 然后 第三组的 这样子 你这组 这个列起来 Hypertension 跟Gal 那如果你先只看 这个Gal 跟Case Control 是做的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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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表格 你总共120 这里63 63 就是刚才这个 这个 没有去做Match的 这个 这个 2x2 table 那你如果把它做 Case Control 的那个Matching 的表格 那变成63人 那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嗯 就是 同样都有 这里 然后 斜对角线 就是5跟13 OK 那接下来 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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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S 里面怎么跑呢 那 这是Data Data原始长这样 那你把它读进来 这个就是刚才的那个 嗯 这是同一组 应该差不多这样子 是不是同一组人 同一组人 然后 他 来看一下 对 那 这个资料读进来之后 你怎么样跑Conditional Logistics 你还是可以很简单用Proc Logistics 但是 刚才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ID ID1到63 这是 这是 刚才讲说 这是ID1 ID1 ID2 ID2 他会这样子把你读进来 所以这ID1 他会设定 帮你设定出这些ID来 那ID来 你去Data ID 你把 加上这个StrailerID 他就会跑 刚才的 Conditional Logistics 他会跑刚才的Conditional Logistics 那 例如说我这个Model呢 我还是这个Outcome 你会先Pinbell 然后你这个Gear跟Hyper 那你用 Confidence Interval Arts of Arts Ratio 用这个 Log Arts Ratio Confidence of Log Arts Ratio 然后用Arts减定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的Logistics 那你只是多了一个这个 就是 他的组别 他的组别 那这里你看 这里就是跟一般一样 就是 他的这个 AIC Full Log Arts Ratio 这些 所以我就不解释了 那现在他跑出来 Parameter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呢 他的估计值 他的P-Value Hypertension 他没有这个常数项 这个东西 他把他去X Potential就变成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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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io 2.6多倍 但是他在显著的边缘 没有那么显著 90390 是 Multiple Multivariate Multiple Conditional Logistics 那这个是Univariate 单单一变量的 那所谓的Conditional跟Unconditional的差别 如果是Pair的话 他们 就就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说 2Sample T跟Pair T的差别 有点类似像这样 这边 当然 Conditional 你去做Pair会比较好 Pair就是说Conditional 但是他的 就是领外负责的代价 就是你要去做Match 你要去做Match 这里 你可能也可以做E to M的Match 不一定是E to E 甚至你可以做M to M 你有两个 比如说你这里 这里 这里也可以做M to M的Control M to M的Match 那不管 反正 例如说2对3 不管 那这2对3 就是这一组里面就有5个 每一组就只有5个人 那你这5个人 你就可以画成一个 那个2 by 2的Conditional Table 那你这样的组 假设100组 那你就100组这样的Conditional Table 去处理 当然这里就不会怎么 什么就通常就 就不会有什么 concordant sell disconcordant 这个大部分都会disconcordant 因为你的人数比较多了 5个人里面 在那个4个格子里面的分配 那anyway 就说他跑起来 logistic之后 他重点就是 就是 你只要加 那 对 这是 好啦 我现在想多讲一点 就是说 刚才 如果刚才那一笔资料 我现在跑几个东西 一个叫Conditional Logistics 一个叫Unconditional 就是一般的原来的logistics 然后一个是 就跑Conditional Logistics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G G 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的 發个声 有听过吗 没有好 没关系 G是另外处理这个 correlated data 就是说我同样一组的 这个 你等下看我怎么跑就好了 就是刚才的资料 就是刚才那同样那用那个 GAL 那个那个资料 那其实他就是 他会多产生 第一个ID 就是第一组第二组到 第126组 不不不不 第一个到126 然后 这个ID呢 就是第一组到第63组 然后这里呢 会有一个outcome 会产生一个outcome 10 10 每一个都是10 10这样子 就是GAL 后面就是他GAL的这个 有GAL跟没有GAL 或者说有hypertension跟没有hypertension 那如果跑一般的logistic 我当然就是 就是把它丢进去 model这个等于GAL 就这样 那我得到的结果 就是 我会有一个intercept 然后这个GAL 是 是 得的点估计是 0.79 那去exponential 2.27 他的p value 是这样子 但是 首先我讲说 不管这个值 显不显著 这个是错的model 那正确的 跑法 第一个 你可以 caddition logic 就是跑 你只要将近加一个strata 加一个strata 我这里先 先只跑单变量 那好 那这个值 丢进去之后 你跑GAL 这个 稍微值 比较大一点 2.6 但是 比较显著一点 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显著 ok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变异量 那这个G的logistic 是用proc gemmode去跑 这个原理以后再讲好了 好像这个 以后不会好 反正就是 也要毕业 这个 欸 你们是要毕业吗 还没有 ok 以后有机会 这个是 就是流行的 就是说correlated data 就是说你 我们一个 每一个pair 那都是correlated 那conditional 是一种 做法 那 G是另外一种做法 那G 我只告诉你 你做出来的结果 好 G做出来的结果 他是对照 就是0跟1的这个比较 这个值是 0.79 标准差是这一个 然后这个 这个是一般的回归 只是说 这个会跟一般的logistic regulation 比较像 但是他是 他不是假设IID的 我只能讲说 原来一logistic 是假设IID 这些变数 通常是dependent 那现在他不假设IID 他可能dependent 他把dependency 考虑进去 ok 他做出来的结果 他是0.58 0.586 更接近显著 所以他还是不显著 所以 所以这个是 这三种 东西 跑出来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 好